對於我來說我覺得品牌 算是企業的一個靈魂 董事長常勉勵我們說 做品牌一定要有理念 如果沒有理念的話 其實做品牌就沒有意義 那其實公司在當初在 做品牌的時候其實也遇到非常多的 重重的困難 最大的困難就是在於同仁 公司的文化公司的同仁 到底對這個品牌有沒有認同 那如果說 公司上下 全體的同仁對品牌 都認同的話 那我相信做出來的產品 一定也能夠符合這個品牌 最終的精神 那 所以我認為 這樣子企業 跟這個品牌才有辦法 長長遠遠的走下去 其實遇到最大的困難在於 工廠的同仁能不能夠 接受我們這個新的品牌要求的 理念跟它的標準 那早期在做代工的時候 產品只要能夠做得好 那東西就可以賣得出去 但是現在新的品牌不只要做得好 還要做得更精緻 更高水準 那對工廠的同仁來說 這個就是強迫他們必須要 不斷的去跟自己的 那個想法 還有跟自己 熟悉的這個區塊 再去做挑戰這樣子 其實一直到現在 工廠還是常常都會 在有關品質也好 或者是在生產面的部分 對自己品牌的 定位跟 其他以前 代工的產品還是會去做比較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 我們在打造品牌過程中遇到的 最大的困難點 其實我覺得 參加品牌計劃最大的收穫 就是 廣告公司在輔導的過程中 它不只是跟我們 前線作戰的業務端來去做溝通 它還 跟研發還有跟生產 等於全體公司的 重要的同仁一起來做討論 那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在打造品牌的時候 要站在是 消費者還有客戶的 立場去思考事情 而不是 只是單純說我希望 要推這個品牌然後 我要做到什麼樣的水準 只是按照自己的 角度去思考 當你會站在客戶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去思考的時候 你才能做出 消費者想要 能夠認同你品牌的 產品 就讓你進入 記住 把 封鎖 入 進